宇宙一哥周天成日前结束日本宇宙公开赛之后 身体不适可出血痰 让外界相当的担心 还好今天他出席台北宇宙公开赛活动 表示身体状况没有问题 可以如期出赛 带进也透露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就会参加 而这次的赛事还有一大看点 就是最后一次在台湾合体打球的黄金男双 李扬 王麒麟 台湾宇宙首周天成 台湾宇宙一哥周天成反台后 首度公开露面 看起来气色不错 脸上也挂着笑容 但球迷关心 日前他在参加日本宇宙公开赛 赛后可出血痰 紧急反国治疗 究竟目前身体状况如何 微血管有破掉 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血 有去照CT 就是有比较 就是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次会全力以赴 原来是赛前使用呼吸阻力训练器热身时 因为时间比较赶碎 呼吸急促导致频率过快 造成左肋骨疼痛 赛后更出现有血色的痰 索性反过检查后 没有气胸 好好休息 就能参加接下来的台北宇宙公开赛 而另一位也要参赛的 球团星星李家豪 他则是先在韩国宇宙公开赛 勇夺银牌 对 自己算一个肯定战术的问题 然后心态的问题也好 然后 就慢慢在训练中做调整 这也是韩国赛成为BWF超级系列赛 继周天成后 第二位为台湾夺牌的男单好手 同时创下生涯最佳成绩 而针对即将开打的台北宇宙公开赛 不少球迷期待的组合 还有他们 包括林阳配在合体 两人将以大会头号种子出赛 这也是李阳生涯最后一次 参与台北宇宙公开赛 王麒麟更在IG上暖心喊话说 将回到老大党李阳身边 台北公开赛见 还有日前 殷商退出日本宇宙公开赛 四强赛的小代戴姿颖 更在IG上po文说 期待能在场上见到大家 这次参赛阵容坚强 从男单周天成 王子维 李家豪 还有男双李阳 王麒麟 邱向杰 邱绍华 以及混双的叶红卫 李嘉欣等人 都将准备迎战各国好手 期待能捍卫主场 缔造佳击 接下来 刘主 黄明胜台北报道